反习反党,老灯开讲,各位朋友好,接着你们格外亲 先说中国的洪灾,中国各地近期遭受暴雨影响 许多地区传出严重淹水的灾情 包括湖南的洞庭湖,现在四川和重庆水灾也非常严重 面临严峻的洪灾,许多民众只能想办法自己自救 或是希望附近的邻居住户有余力能够提供帮助 无法期待来自官方的救援行动 根据国内的报道消息说,洞庭湖这次决堤造成超过3万人失联 也就是差不多有3万人死亡了 用于加固堤坝的85亿元人民币下落不明 建的都是豆腐炸工程,这些钱的这些工程款也都被他们贪污了 到现在为止,中央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到洪灾现场 这些人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媒体的热度现在还在食用油上 就是贯车运输食用油的这件事情上 有人怀疑,中共竟然允许媒体炒作贯车运送食用油的事件 就是为了转移洪灾的热点 让大家不要去关注洪灾,洪灾死了3万多人 毕竟是食品安全没有死3万多人重要 让大家把关注热点都转移到食品安全上 不要去管洪灾死了几万人 那么有最新的消息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叫韩福涛 也就是近日曝光污染食用油的记者 目前他的微博被消耗,人也已经失联 新京报的首席记者韩福涛曾经多次卧底黑暗组织 解救了很多被迫害的人 这次因为报道贯车污染食用油事件 这次又失踪了,请大家关注 有网友让我评论一下贯车运输食用油事件 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评论的 这里有一个网友说的好 谁要是能在国内找出一辆食用油专用贯车 我跪下喊了一声爹 根本就没有专用贯车,只能毁用 拉粪的,拉工业油的 拉完了就去拉食用油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就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贯车 去找问题贯车流向多此一举 去找企业核查也多此一举 国内根本就没有食用油专用贯车 所有在国内分装的食用油都是油贯车混拉的 是所有,如此简单的逻辑 还需要去废脑去猜哪个企业食用油有问题吗 中国根本就没有食用油专用车 还调查什么呀,还追踪什么呀 我在加拿大,我在北美这里,我看到的什么 拉牛奶的呀,拉食用油的车呀 那都干干净净的,全是专用的 那要混用那还得了吗 那老百姓那还得了,那是违法的呀 在这里那是要坐牢,坐大牢的事情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中国连一个政府标准都没有 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根本原来就没管 没有一个行业标准 说食用油要专用的车去运输 那当然下面就乱运了,那谁管这个事 那中国活着啊,就是凑合活着就完了 所以有网友才说嘛 一想到我们因为河沸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鲜 结果实际上自己吃了半辈子的煤油 我们就陷入一阵深深的晕眩 现在海外的华文媒体啊 还在热炒魏凤河汉变事件 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啊,说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河已被敌对势力收买 那么分析认为啊,魏凤河很可能是投靠了美帝 但谁都知道啊,魏凤河本来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第一亲信 也是在上任总数据后,魄力提升的第一位上将 如果魏凤河辩解已通美帝啊 习近平就必须负上连带的责任 有网友调侃的板上钉钉啊,习主席这次没法甩锅了 外界注意到中共前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河不久前被开除中共党籍 官方在通告中罕见指其忠诚实谍 引发外界猜测 港媒分析这意味着魏凤河有可能涉及背叛中共 以及投靠敌对势力 从用实谍一词来指控魏凤河 显示魏的行为可能导致中国的敌人从中获得好处 该敌国是谁?媒体认为非美帝莫属 那么我们得到最新的爆料消息啊 魏凤河的确是被美国人收买了 火箭军的资料啊被泄密到美国 美国呢公开发表在期刊杂志上 火箭军的泄密啊 并不是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将领泄露出去的 而是魏凤河泄露出去的啊 魏凤河通过其子女把火箭军的资料呢 卖给了美国人 而且有总参二部的人协助魏凤河通敌 让习近平啊非常震动 此案破获以后 引发了中共啊对军队更大规模的清洗 而且清洗啊也针对了中共军队的情报部门 总参二部啊 刚刚有视频传出来 有军人呢去总参二部的家属委员去抓人 大家请看视频 习近平拿下了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魏凤河通报他们的罪名的时候啊 说他们两个人都收受巨额贿赂 而且还涉嫌行贿 那么有评论分析啊 李尚福和魏凤河的行贿对象肯定包括张又贾 但中共呢却刻意不公开 习近平不拿下张又贾是示弱的表现 一天不拿下张又贾 习就没有办法在军队中立威 中央军委去年7月宣布要开展装备 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地 经查整肃治理活动 而张又贾呢恰恰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 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此举明显是针对张又贾的 外媒分析啊 能让李尚福和魏凤河行贿的高官必然位高权重 行贿对象一定包括张又贾 两人呢为晋升国防部长必然向上行贿 如果两个时任军委副主席 把他挑选只贿赂其中一人的话 这个人呢一定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贾 更何况当年李尚福曾正军级晋升复战区职 再到政治案区职的过程中 很可能呢 早就已经行贿过他当时的上司张又贾了 李尚福花了十年时间从少将熬成中将 但是接下来他的军内仕途便进入了快车道 如果有人再说李尚福在总装备部任职期间 被顶头上司张又贾重用 以及日后成为张又贾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继任人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对张又贾本人行贿过 那谁信呢 张又贾是他顶头上司 他没行贿过张又贾 大家信吗 所以调查李尚福和魏凤和就是剑指张又贾 那么习近平要整张又贾的话 张又贾的去留又关系到军队的权力架构 万一张又贾落马跟着何卫东也一定保不住 整个中共军队基本上从副主席开始又要全换掉 而换上来的新人呢 未必又是忠诚于习近平的人 可是不拿下张又贾呢 习又无法的军中立威 习近平现在闹心死了 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啊 看来还会继续进行 解放军报周三十号 罕见的发表文章 炮轰部队的领导层 痛骂花里扶哨的形势主义 在战场上赢不来胜利 并指问题根源在于什么上行下效 抨击共军的高层 政绩观错位缺乏责任心 这篇题为历届形势主义的瞎折腾的文章指出 形势主义是四风 形势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手 也是容易反复的玩机 很多情势主义问题 不仅占用官兵的时间 更空耗许多精力心力 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必须根治 这篇社论的矛头啊 直指现在的军队领导层 这篇社论应该是习近平受益中少军港的 是对军队再一次大开杀戒的宣言书 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 联合在中国做了一次调查 他们的调查写成了报告 主要是说中国人对贫穷的态度 他们的报告指出 中国人对贫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大幅转变 十或二十年前 多数人认为贫穷是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够 等个人因素造成的 现在中国人把贫穷的根源 归咎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公平 报告引述相关数据表示 2004年到2014年间 多数受访的中国民众认为自己能力不足 努力不够 教育水平不高 是自己贫困的前三大因素 机会或经济结构不公平等制度性因素 则分别被排在第五或第九位 不过最新的数据发现 教育水平不高导致贫穷 被受访者排在第二位 但是机会与经济结构不公平 已经成为第一和第三大的贫困主因 与此同时 中国人对富裕成因的想法也出现显著改变 报告指出2004年到2014年间 多数人认为富裕多和个人因素有关 例如能力和才华 努力受过良好教育等等 但最新的调查数据发现 上述个人因素的重要性 分别叠至第四第五与第七位 而结构性因素 例如人脉广 长成阶段机会多 就是赢在起跑线上 则被视为两大主要因素 此外调查案发现 不认同一个人富裕和贫穷 是个人责任的受访中国人比例 从2004年的25% 上升至2023年的48% 也就是说贫穷和富裕 跟个人的努力没有关系 就是你是不是权贵家庭出身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背景 这个更重要 报告表示 这些趋势显示 人民对精英社会 与国家经济 能为所有人民带来公平的信心 大大降低 这份调查 预示着王朝末期的到来 就老百姓觉醒了 知道他们贫穷是怎么回事的 是怎么导致的 随着中国经济下滑 近年中国流行一句调侃 不管你深处哪个阶层 总有一款镰刀适合你 今天我们来谈谈 中国中产阶级的困境 还记得今天初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指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人 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 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 在中共领导人花大饼冲击的同时 中产消失论亦正在蔓延 中产反贫 人呈低产无产甚至负资产 中国今年首两个月的 个人所得税收入 比去年同期大减15.9%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因财政吃顶 竟出现倒查30年税的情况 盛传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将推行税务改革 有可能加税 预料收割中产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2024年中产反贫已成热门话题 从一些民生消费的相关数据可见端迷 被世卫中产家庭标配的开支不断缩水 如中国钢琴产业历经十年扩张 即至2019年止 学琴人数大幅委托 钢琴销量断崖至下瓦 过往较价6万人民币的钢琴 如仅5000元也难以脱手 另外部分国际知名奢侈品牌 在中国 罕有的提供前所未有的优惠折扣 就这样也卖不动都滞销了 今年首两个月iPhone在中国市场销售 大跌37% 近日中金两个字冲上微博热搜 网传中国国际金融 简称中金公司的一名员工 因公司大幅减薪 导致房贷压力过大而跳楼轻生 死者年轻貌美 而且是名副驱使的学霸 毕业后工作顺嘴 公认是人生胜利组 事件引发中国社群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中产人士在经济危机下 可算是全方位零死角 遭到迎头痛击 综合统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资产占比 70%来自房产 谁想到房贷产龙头企业相续爆雷 紧接火烧连环船 各行各业均遭拖累 楼价照水 仍要背负沉重的房贷 工作朝不保夕 随时面临大幅减薪或者裁员 焦虑无力感 正在中产阶级阶层扩散 中产反贫 简单而言就是中产向下流动 中国人细然加速下流通常会附贷 作死三件套 即房贷过千万 配偶不上班 即二娃上国际 随着情况恶化 三件套已升级到中产反贫五件套 这五件套就包括冲动投资 创业开店 耗空家当买房 子女精英教育 为他人做担保 及盲目投资高息金融产品 今年6月 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中国倒查30年企业税款 指多家中国上市公司 被税务部门要求补交税款 包括上海顺号 北大医药 华林证券 连接光电等等 有些还需交纳支纳金 根据税务机关发出追税的通知书 发现查税竟追溯到30年前 不仅如此 据大陆媒体统计 中国超过20个省份 建立税景合作作战中心 打击奢税违法犯罪行为 分析认为 过往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入 但近年卖地收入大减 地方财政紧张 必须设法增加政府财政来源 不过此举如杀鸡 以取卵大量中小企业 因此陷入财困 预料必将引爆 新一轮的企业倒闭场 中东二十届三中全会 将于15号到18号 在北京召开 重点研究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有传出新一轮财税改革 鉴于中国税收连年锐减 此时加税邮寄可循 事实上中国今年前两个月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大减15.9% 至今年1月到5月下跌6% 中国个人所得税应用程式 早前突然增加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等五项个人所得项目 引起一阵揣测 批评当局小钱也要查个明明白白 想方设法去搜刮 中国官方称目前国内中等收入的人群 超过4亿 占总人口的三成左右 然而这个群组中 大部分人的收入贴近门槛的下限 他们是各社会阶层中非常脆弱的一群 当风暴来袭时 富人有能力自保 基层有政府保底 唯独中产苦苦支撑 束手无策 中产阶层萎缩 内销不振 公司经营困难 降薪减原 势必造成恶性循环 如此循环往复 中国的经济只能彻底崩溃 欢乐欢节 请看视频 中国现在年轻人进入了一个最卷时代 近十年都好不了 越卷越厉害 为什么说这几年是开始进入 大家称最难就一季 就是因为第一 差的GPT出来了 差的GPT出来 麦肯锡和高盛的评估 结果是一样的 会导致全球4亿人失业 其中1亿人在中国 马上你又看到 年底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出来 身高1米75 体重75公斤 步行速度8公里每小时 可以取代目前世界上70%的工作岗位 据说售价大概在2万美元左右 人民币十几万 你说你毕业以后 你到一个公司里边 要找工作 人家说你能干啥 你怎么要多少钱工资 你有没有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干 我机器人 我只需要十几万 他再怎么也能干十年 你说你怎么要多少钱工资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 我上个月2627号 在深圳参加了 民营企业家盛典 8000个民营企业家参会 我是演讲嘉宾之一 王石啊 董明珠啊 江南春啊 张奇艾都是演讲嘉宾 其中有一个演讲嘉宾 叫司马华腾 是规机智能的创始人 8年后胖胖的上来 讲了一下数字人技术 人家到这来讲之前 先花十万块钱 在会场外面摆了个摊 他上来可以讲数字人 讲完之后 企业家跑到他摊位 交钱买数字人 现场一天收款一千万 一万块钱一个数字人 一千个企业家交钱 当天拿一千万走人 数字人 我现在也在做短视频 做直播 做课程 是我自己在做直播 但是你现在去看 王石 董明珠 刘润 江南春 都不是自己在做了 都是数字人在做 你完全没有办法区分 是真人还是数字人 数字人不是说我录了一个东西 他去讲 不是 他讲的东西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你看 刘润点评 说这个李佳琦 卖货带货现场翻车 怎么评价这件事 刘润上来 一通讲 我告诉你 他本人不知道这件事 但你说 你这不知道这件事 你不是瞎说吗 不会 如果是我的数字人 你说李佳琦 带货翻车这事 贺老师你怎么看 他先去问我的数字人 千万你怎么看这件事 数字人基于自己的判断 做回答 做完回答以后 你再来问我 真人 我说贺老师 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基于我自己的经验 我来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 你比较一下 我的数字人的回答 和我的回答 相似度在80%以上 目前数字人单厂带货 一个晚上 周一一百万 就比如说我 我晚上该睡觉睡觉 该出去喝酒喝酒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我的数字人 在现场卖这个杯子 说这个杯子多好 大家下单 一晚上最高 可以卖到一百万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都不是科幻小说 我们讲的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考虑 我的价值在哪里 我准备怎么活 我准备活成什么样子 千万不要跟我说 我有一张大学文准 因为这东西没有价值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